Hello, 大家好 前一排我们就讲一个系列 维他命C的15种方法 怎样帮助我们 怎样可以有什么好处 是的 其中有很多 其实我相信很少人知道 真的不说你不知道 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 再分享一下一些实际的例子 就是我们过去这么多年 真正用Libosomal vitamin C 维他命C去帮助我们的病人 我们的顾客的时候 他们身体上有什么反应 有什么好处 是的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走开了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 《食物奇迹》的频道 在这里我们教大家 用天然的方法 天然的食物 和一些营养补充品 不单止是维持健康 那么简单的 甚至可以逆转很多 长期的难搞这种病 是的 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订阅 快点按那个红色的键 和旁边的小铃链 按了之后 我们一有新的视频 YouTube会给大家知道 还有如果大家觉得 这些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希望大家记得 按下面的like YouTube就知道 大家有兴趣 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 我们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Yazza 今天我们不是讲理论 是吧 是讲实际的例子的分享 是 就是这种叫做 Libosoma的维他命C 是一种新科技的 高剂量的维他命C 是的 又高科技 又高剂量的维他命C 不是普通一般 即是几十元一百多元 你买到普通口服的维他命C 我们想讲讲实际不同的人 吃了之后有什么效果 我们第一个例子是讲什么 第一个例子是讲五十肩 这个我听过很麻烦 不是说一两个月自己会好 五十肩通常男性和女性都有 就是中年的病 大部分女性发病的机会是多些 可能是更年期的时候 变得康蒙少了 五十肩英文就叫做Frozen Soda 顾名思义即是说什么 即是你两个肩膀好像冰封那样 Frozen Soda 硬了不动得 不动得去到什么程度呢 有些甚至严重得 举手就举不了 穿衣是穿不了的 手基本上是不可以向后伸 而且会痛的我知道 一动到某个位置 再想动就会痛 是的 其实我们中间有些朋友 之前都患过的 我知道有个Case 就是我们的朋友 四年才好 大概都不是全部好 90%都已经很不错了 那Pascent C 帮不帮助他呢 帮助他 最近有个新鲜热辣的见证 就是一位女士五十多岁 她受Frozen Soda的痛苦 于是试试我们的Pascent C 每天只吃四个茶匙 四个茶匙 即是4000mg 每天分开来吃 分开两次 最好就不用一次吃 是的 她试了四个月 结果非常之好 不是三个月 我记得三个月 结果非常之好 三个月之后 她这个五十肩已经好了八成 OK 这个简直是喜讯了 但是之前已经有了你的问题很久了 是的 因为没有什么进展 是的 因为一般如果五十肩 其实你在网上搜寻 其实很多视频都教你什么 教你做运动 或者去针灸 对不对 如果你看西医 西医可能会打一些液体进去 让它舒缓 但是其实那些不是根子 有时候会用一些类固醇 是的 但是类固醇 你知道是暂时性的 是的 而且类固醇 是不可以用太久 因为用了久的话 对你的免疫系统是有永久性的伤害 是的 那熟天然火化最好 是的 这个很好消息 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好消息 大家可以不妨试试 其实正式来说 那个病有个名字叫 Actesive Capsulitis 其实这个就是 译出来的就是照译 就是尖黏性肩关节囊的炎 哦 这个肩膊头 大家可以看看图 那里有个位置叫 关节囊 一个capsule 当它发炎的时候 它就会有些纤维化的现象 是的 开始硬了 开始不能动 是的 就像刚才说的 你再强行动的时候 它越痛 问题就是 它越痛 这人就越不动 越不动 它就越硬了 是的 其实这件事是什么呢 你听名字都知道了 capsulitis 就是发炎 是的 就是那个狼发炎 所以这个维他命C 会有很大的帮助 是的 维他命C 上次我们说过 15个好处都提过 为什么会帮到各种炎症呢 就是最主要因为维他命C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剂 是的 而发炎呢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自由肌 去攻击我们的细胞 嗯 我们叫做oxidative damage OK 一些氧化性的伤害 伤害的细胞 是的 然后身体的反应 就会发炎了 会肿 会红 会痛 痕等等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由维他命C 就像清道夫那样 清理很多这些 在周围的自由肌的话 绝对会帮助炎症的很大方法 OK 就是这样的意思 是 OK Elsa 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讲第二个例子 也是跟发炎有关 是的 这个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很少见的 这个就是一个90岁的婆婆 可以说是皮肤怪病 OK 怎样呢 就是因为婆婆 她突然之间 几个月前 皮肤超级痕痒 是 很痕 是 这样就拗了 一拗就起水泡 是 接着看医生 医生 最初是家庭医生 接着是皮肤科 是专科医生 是 最初跟他 又抽血 又检验组织 是 就说他是 被虫咬 是 不知道被什么虫咬 但是如果你说虫咬 一两天两三天就好 是的 大家听刚才的案子 都不会一两天 搞这么久 看这么多医生 是 长时间都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奇怪 如果是虫咬 我以前是试过被 那些叫 Black Fry咬 咬 咬到手 很毒 很肿 但是 擦了药膏之后 慢慢慢慢好 这个婆婆 显然 应该不是虫咬 因为没有理由 几个月都不好 有擦药膏 接着用 雷固醇 看完医生 都没有帮助 都是照痕 就是怪病 用雷固醇 最初是比一段时间好 是很短的 后来又痕了 那怎么办呢 接着她的女女就来找我 就说 不如这样 试一下用你的脑袋师 看看行不行 即她已经有吃开的 她自己有吃开 但没有给妈妈吃 是的 我说好 即管试一下 接着她买了六支 对不对 接着就给她吃了 结果我两个星期之后 我就问一问 你妈妈怎样 她说 成功了 成功了 现在已经不是很痕了 那她不痕 就不会咬 不会拗 不会拗 对了 不会拗 之后她说 会再给皮肤科 再复诊 知不知道她每天吃多少 都给大家记录 我叫她开头 每天大概吃四个茶匙 都是四个茶匙 四个茶匙 算是稍为高剂量一点 对 因为现在不少很安全 是的 通常分到两次 多个两茶匙 最好建议大家分到两次 夹隔开两三个茶匙 空腹就更加好 是的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维他命C 又是天然 又没有副作用 没有副作用 结果就完成了 结果完成了 这也是刚才的原因 完全一样 就是因为你痕的时候 不要说什么原因 但是身体的反应 就是会发炎 在那里开始 充血 充很多免疫细胞 充起来 令你红肿痕 是 而维他命C 就可以掃清很多 这些製造出来的脂肪肌 是的 发炎 所以就减轻很多这些炎症 是的 很开心 其实我们想说一下 就是上次你说的 十五样好处 都有提到的 其实发炎是其中一样 是 我们这种pastency 是最有效的地方 其实有很多炎 其实你想清楚 很多东西都跟发炎 对 你的鼻炎 或者鼻敏感 耳朵也试过 Old耳朵也试过 耳朵也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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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たub 不会生疯的 如果耳朵也不用小心 Barking 但是马上是伤痕 会基因 扬逃脏会发炎 有一些身体的 serp 像关节炎 是的 吃错东西 感染即是胃炎 想炎 你就어도胃 也有股 而不是发炎 可以要弹弓手 明白 老人家老了之后有弹弓手 一起一身之后 手指自己不可以起身 要找一只手帮他这些弹弓手 是的 有时候很多 大家听到它是炎 对啊 说起来其实很多这些问题 所以这些我相信 就是维他命C 叫高剂量 为什麽LIFOSO不这麽正 我们用了这麽多年 是 现在新的技术功能比较好 就是因为它可以吃到高剂量 其他就要吃多些 都是腎壮排出来的 但是这个真的可以 达到某个浪度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效果 是的 如果大家想试试一下 我们放一个铃铛在下面 就可以在下面订购 无论是香港还是海外 这些方法可以订购 是的 好吧 那这次我们先说到这麽多了 是的 好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